在我们的认知中,美人一般都是用来指漂亮女子,是很少会被用在男子身上的,但今天小编却要告诉你,还真有这么一个美人,虽是男儿身,但却生得着实好看,举国上下无人不为之亲,连皇帝都想要立他为后,那作为中国历史上, 唯一一个能让皇帝提出男后概念的韩子高究竟有多美呢?小编这就带你去看看,在中国历史上韩子,高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,是历史上才貌双全的美男子,虽说出身贫寒,但在16岁时就已,经初落得非常俊美,皮肤白如玉, 就连容貌也如美妇人般明念动人,惊魂一瞥,足以乱人心取,由于韩子高所生活,的年代是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动荡的南北朝时期,群穷争霸,战乱频繁,百姓只能四处逃亡, 以保全性命,但逃亡之路却异常凶险,百姓最怕遇上的便是兵匪,这些人在这兵荒马,乱的时代不作非为,粮食,钱财, 每人通通都会被他们抢去纳入囊中,普通百姓碰上这些,人那只能是死路一条啊, 也史中有记载,韩子高与父亲在逃,王的过程中就好巧不巧的与兵匪打了个正面, 就在韩子高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,有趣的事却发生了,兵匪在看到韩子高, 这样美若天仙的人儿时竟然都不忍心下手,不仅放过了他们,还自动组成护卫队, 将韩子高父子护送出了危险地带,仅凭美貌就能让凶残的兵匪放下屠刀, 可见韩子高的美确实是惊为天人的,但这也只是也史中看到的, 我们无法辨识他的真位,作为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, 那韩子高究竟美到何种程度呢? 在明代冯梦龙所写的书中曾有这样一句话, 见者米不泽泽,由此看来, 虽然我们已经没有,机会一睹他的真容, 但我相信像他这样,的人即使放到现在也应该是美男子一枚吧?